航空圈讯,当地时间6月21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首次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新的巨型机场,该机场预计将于10月29日正式运营。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1日下午,土耳其总统乘坐的空客A318-100飞机,注册号PCDNK在新伊斯坦布尔机场3750米长和60米宽的跑道上进行了历史性的着陆。 机场举行水门仪式,欢迎土耳其总统飞机到来,在抵达机场后,埃尔多安做了一个简短声明,称他很高兴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一座宏伟的机场,机场将成为全球空中交通的主要枢纽。 他说,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将成为全球三大机场之一,第一阶段的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9000万人次。 他补充说,该机场将成为土耳其的一个品牌,这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第三个机场,目前已经完工90%,机场分次期建设,2030年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 新机场伊西工程完工投入运营后,机场每年将迎来9000万人次乘客,但预计于2023年完成二期工程后,预计年旅客吞吐量将上升至1.5亿至2.5亿人次。 行借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伊斯坦布尔的新机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的所在地。 这座53000平方米的购物中心将由6个部分组成,包括奢侈品商店和版货商店概念店。 机场伊西工程完成后,将进行为7-42个月的不间断工作,机场每天将有3-500个航班的起降能力,它还将包括一个10万平方米的住宅区以及一个容量为25-000辆的大型停车场。 42公里长26英里的行李处理系统和143个乘客室内桥梁。 该机场还将拥有550万吨的货运能力,机场将配备现代化的安全系统,因为它将被62公里的安全警戒线包围。 目前,伊斯坦布尔有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伊斯坦布尔特阿比哈格克勤国际机场,伊斯坦布尔特阿比哈格克勤国际机场,伊斯坦布尔特阿比哈格克勤国际机场,伊斯坦布尔特阿比哈格克勒两个机场,前者在欧洲区。 2017年旅客吞吞量6373万人次,排名全球第15,欧洲第5,其中国际旅客吞吞量4104万人次,排名全球第11,后者在亚洲区。 2017年旅客吞吞量3139万人次,两个机场合计年吞吞量达到9500万人次。 新机场启用后,该城市欧洲一侧的阿塔图尔克机场将被一个名为人民发源的大型公园所取代。 航空圈www.air66.cn,中国航空资讯,服务新平台,提供及时,有趣,实用的航空,旅游资讯,投稿,合作邮箱,CNAR266.com。 M